取那個網路資料的話 網路爬蟲部分 就是下載那個氣溫跟降雨量好了 其實我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可以把目前看到的這個專案氣象局 這個網站上面的氣溫 這個區塊從1月到12月就好了 平均跟統計這個不要 一直到哪裡呢 從淡水一直往下抓 抓到無期 這些資料的話就幫我把它抓下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知道什麼 它的網址在這邊 第一個我知道它的網址 所以第一個我希望可以用IE瀏覽器 假設我們瀏覽器是把這個網址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抓下來 當然IE瀏覽器一樣會把它載到它的瀏覽器裡面 接下來如果你要去抓瀏覽器裡面的東西 你不能直接說我要看到就可以抓 因為瀏覽器裡面 你主要要知道它背後是怎麼樣去抓取這個資料 其實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但是它背後運作的方法就是我剛剛講的 按右鍵檢查 因為IE瀏覽器背後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HTML標籤 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話有哪些重點 這個區塊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區塊 所以慢慢可能要習慣一下 用這個東西 按右鍵檢查 然後你會發現右邊會跟著閃動 左邊會跟著閃動 左邊這個區塊你可以發現就這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DIV有沒有 所以這個箭頭前面有個三角形 這個叫關 這個叫開 按一下就開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個展開來這裡面還有東西 你再往下看有一個主要關鍵字就是Table 以後的話基本上要抓的資料 通常會放在一個所謂的Table Table就表格啦 OK 那所以其實我們用的資料就在這裡 這個Table 那class就是它的類別 類別名稱就是這個 所以它的類別名稱是這個區塊的 裡面就是第一個關鍵字叫Table 第二個的話你把它展開來有沒有 這個Table點開來 那你可以發現它的區塊裡面 裡面有一個叫TBody有沒有 就是這個Table 可以理解應該是什麼 Body部分 那你會發現它一堆的TR 這個TR的話 R其實就是Raw的簡稱 就列啦 T的話就Table 其實意思就是TableR 意思說TR的話呢 這個標籤意思就是TableRaw 就是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列一列一列的 放那個資料 所以你把它展開來 第一列 這個第一列的話把它點開來 那你會看第一列 這個地方的話 它放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淡水 然後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個資料 第四個資料 前面都是TD 所以你會發現淡水 不過在這個之前好像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又一列 所以一樣是TR有沒有 然後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比較特殊 那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先看前面小於後面的這個標籤 所以關鍵是 就是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我要先抓什麼 先抓Table 再抓TR 然後呢 這一個月份的部分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全部都是TH 所以這個區塊 全部都是TH 所以將來我要抓的話 基本上就抓這個TH 所以你可能稍微記一下這個規則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淡水 你會發現淡水又是TH 那TD的話 有沒有底下就TD 那跟各位講 那個TD指的是儲存格 TD的話 反正TD就是指的是 某一個這個表格裡面的儲存 TH的話 通常指的是儲存格的Head的標題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這些都是TH 也就是說它這個標籤等於是跟我們將來要抓的公式很有關係 這些都是TH 那這些也都是TH 這些底下的資料呢 全部都是TD 那一整個呢 就是什麼 一整個叫什麼 Table 有沒有 Table 打錯了 B 這寫錯了 然後呢 每一列每一列的話就TR OK 這個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關係的話 你這樣要抓這個資料就沒辦法抓取 OK 好 那我們已經大概知道 這個網頁的架構了 接下來呢 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資料 從 那個網頁上面把它抓取下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程式已經寫好了 我們主意來看 將來這個程式的話 你們可以拿來 套用成一個範本 首先的話 第一件事 我寫了一個sub 這個程式的話 你可以在 我們的雲端上面可以找得到 在哪個位置呢 等一下往下捲動 這個是this object 不是 我們往下 你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應該就這一段 這是降雨量的 應該是下載氣溫的 氣溫在這裡 OK 所以就這一段 應該是在第13頁的地方 OK 第13頁 我等一下要秀給各位看 所以待會 因為這個程式難度比較高 我建議你乾脆就直接從sub 一直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and sub 這個程式 直接可以把它Ctrl C 直接把它Ctrl V 貼到哪裡 貼到一個模組裡面 這一段 我大概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該怎麼去抓取這個資料 首先的話 我來Run一下程式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按F8 那首先的話 因為我這個第一行 是Sales.clear 指的是什麼 把這些資料全部清空 當然如果這樣有資料 就把它清空 接下來重點就是 再來底下 因為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網址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網址 什麼呢 這個上面這個網址 把它放到那個瀏覽器裡面 幫我顯示的話 那第一步 我就先Create一個Object 所謂的CreateObject 就是說 我把那個IE軟器 把它載入到我的VBA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物件 OK 所以你會發現 就這一段 Set 後面CreateObject 是把IE物件 拿來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IE物件 所以這個IE 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這個名稱的話 你可以叫別的名稱也OK 所以Set它 CreateObject 把它載進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已經把IE軟器 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但問題看不到嘛 所以我底下這一行 我故意把它 這一行其實將來可以不寫 不過主要這一行寫的話 主要目的是 讓各位看得到 所謂的IE.visible visible是看不看得到 等於True的話 True是 等於1的話 就是等於True 就是要看到的意思 我要看到 所以我把這一行按F8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IE軟件器就看到 但理論上這一行 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它就在記憶體裡面 OK 然後我們這樣看到 接下來的話 底下這一行就是 利用IE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什麼呢 幫我navigate navigate意思是說 把這個網址放到UIL上面 並且連結 所以你會發現 我按這一行的話 它會把什麼 網址放到哪裡呢 放到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就是把這個網址放到這裡 然後並且按Enter的意思 意思是說 我要到那個網頁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以後的話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以後只要你有個網頁 你就在IE軟件器載入就好了 你要抓的話 基本上沒有抓不到的 反正它只要能夠 放得上去 你就可以抓得下來 OK 那底下的話 你會想說 這邊還有一行 這一行叫什麼 Application 指的是Exale 點Wait的話 就是等一下 等什麼呢 現在的時間加5秒鐘 現在的時間加 意思是說 幫我等5秒鐘 那你想說 為什麼要等5秒鐘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載入網頁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見得說 一下子馬上看到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要等個1秒鐘 2秒鐘 3秒鐘 甚至更多 那一般的話 會給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網頁還沒載下來的話 那你就去抓取它 一定會抓取失敗 所以常常會遇到 這個的下一行出錯 為什麼 因為你的網頁都還沒載下來 然後你就要去抓上面的資料 當然一定會抓取不到 OK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的時間 以後可以自己拿捏一下 不見得要5秒鐘 如果你那個網站 它跑得比較慢 那沒關係 時間可以延長 那如果你跑得比較快 沒關係 你可以縮短 這個其實是可以稍微動態調整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位置的時候 OK 這個用法還蠻多地方還可以再延伸的 比如說你希望讓程式跑慢一點 有沒有 等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跑太快 反而會出錯 像那個 另外有一個範例 Outlook 自動幫你記性的話 那你記性的速度太快也不OK 為什麼 因為程式 那個主機會認為說你是駭客 或者你是 程式自動記性的 它就會幫你擋掉 那怎麼辦 沒關係讓程式跑慢一點 OK 那再來的話 底下我們可以透過IE這個物件 做什麼事情 去抓這個網頁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標籤 那這個語法特別注意 有個固定的用法 叫做IE裡面的文件 它這個裡面的資料 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原始碼 那原始碼 其實就是一個植物件 叫Document Document就是裡面的植物件 所以這裡面原始碼 那對應到有個方法叫GET GET就取得嘛 ELEMENT 加S ELEMENTS 有沒有 就指的是裡面的元素喔 by什麼呢 TAG NAND 有沒有發現 TAG NAND的話 指的就我剛剛講的 剛剛Table有沒有 跟什麼 底下有個TR TR底下有TH 跟TD 那些東西 就是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TAG TAG NAND OK 所以如果以後你看得懂上面的TAG NAND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語法 去把資料給抓下來 裡面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瓜糊裡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Table 有沒有 Table是小於開頭嗎 Table 那裡面的話 第幾個 瓜糊0 瓜糊0的話 因為它裡面的TAG NAND 因為它裡面的TAG NAND 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0 它編號從0開始 它不是從1開始 那我因為 我有先稍微把這個網頁 裡面的架構稍微查過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我可以看到裡面的TAG NAND 像剛剛我們在這個區塊 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TAG NAND 其實我也不確定啦 所以我們可以 有幾個方法 這邊點開來這邊的TABLE 那有的時候我習慣 把這個TABLE 把它Ctrl-C Ctrl-C之後呢 我再按Ctrl-F Ctrl-F就是尋找 然後你會發現 底下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讓你尋找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TABLE 一般是 這邊打TABLE 記得前面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這個小於符號意思是說 這個標籤啦 這個TAG NAND 裡面到底有幾個 那你會發現 我用先什麼 Ctrl-F 然後在這邊打上什麼 小於 然後這個TAG NAND 即使把這個TAG NAND 打在這裡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網頁裡面 到底有幾個TABLE 的這個名稱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網頁裡面 只有一個 它跟你講說 ONE 意思是說 你這個網頁只會有一個TABLE 那當然 以後如果多個的話 你可以尋找 到底它放在哪一個 反正我第幾個 我就把第一個抓回來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的原理原則 所以我就找到這一個之後的話 然後再做什麼 這個地方 這個意思說 我把第一個TABLE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要抓什麼 那接下來其實就抓裡面所有的TR 所以一樣的 TR在哪 你看這個展開 展開 裡面這個T TH 這邊有TR 這個底下也有TR 所以意思說 把這些 所有的TR 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抓回來 那所有的TR 抓回來的話 程式就這樣寫 叫SET TRS 這個TRS也是一個變數 所以意思說 我把什麼 把TABLE這個 這個整個裡面的資料 全部通通 這整個 這個標籤裡面 先放在TBL這個變數 這個名稱也是自己取的 一個物件名稱 然後TRS是所有的TR OK 就把裡面所有TR抓回來 接下來的話 會有個問題 全部抓回來了 但是這個TR裡面 還要抓什麼 我剛剛講過 因為這個裡面的話 有TH 也有TD 最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當然理論上 很多時候 其實大部分 全部都是TD 可是因為這個網頁 它有TH 又有TD 所以變成比較麻煩一點 那沒關係 我們可以怎麼 寫一個邏輯 我這邊已經寫好一個回圈 我要把裡面的每一列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底下的話 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裡面的每一列 每一列的資料 通通抓回來 所以裡面每一列 但是裡面因為 有TH的 也有TD的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就把它分別的做處理 那怎麼處理 我這底下 我按F8好了 下一個 把這個每一個 給每一個 每一列的資料 通通抓回來 那回圈範圍就是從0開始 到它的總長度 LAX總共有幾個-1 因為從0開始 然後我接下來的動作 我去找找看有沒有TH OK 所以底下這一行 一樣幫我把所有的TH都抓過來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判斷一下 如果它大於1的話 跟 跟什麼呢 這個小於1的 那你想說 另外一個小於等於1 所以大於1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走這邊 那什麼叫大於1 主要各位可以看到 大於1的話 就是這個狀態 1月有沒有 到12月這個 前面 都是TH 也就是說 它的TH數量這麼多 那一定是大於1 另外一種狀況是什麼 就是它這個TR裡面 只有一個TH 其他就是TD 所以把它分開處理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上面的1到12月份 這一些名稱都是TH 那這個底下的列的話 只有一個TH 其他都是TD 這很麻煩 如果全部統一的話 那我就不用這麼麻煩 但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就設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它大於1 表示說呢 它是1到12月 那我就走這邊 走這邊做什麼呢 就把1到12月份的資料 全部抓回來 抓的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就把它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抓回來之後的話 把裡面的TH 裡面的 inner test 這個inner test 就是裡面的資料 幫我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放哪裡 特別注意喔 底下的話呢 就是放在哪一列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我要放在這個上面喔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I I的話 預設值等於0嘛 那另外又多一個J啦 這個J的話 是哪一籃 那你會發現喔 J的部分喔 我是從D0籃 有沒有 一樣等於0 所以0的話 我要放在第一籃的話 那這個後面的資料就是 必須要幫它加1啦 所以意思是說 放在第一籃的第一列 幫我放這裡面的東西 你會發現第一個喔 目前沒有輸出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個瀏覽器上面的 1月的左邊這邊是空白的 OK 他就換下一個 再來的話換 下一個月份喔 把這個先放這裡 OK喔 那你可以看到 再來的話 再來就是下一個F8 下一個月 下一個資料的話就1月 所以1月的資料幫我抓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 應該I的話變成 I還是1啦 所以的話變成 1加1變2 所以放在第二籃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行如果執行的話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就把1月的資料 幫我放在這裡了 那意思類推 這個就放2月 這個就放3月 也就把底下所有資料 通通抓過來 OK喔 那我們來這邊再RUN一下 2月3月 有沒有 你會發現上面的資料有變動了 OK 意思類推 就全部都抓下來了 抓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結束了 所以 意思說先把第一列先抓下來 再來的話呢 這抓第二列有沒有 這邊都抓下來 全部抓下來 那再來的話呢 就NAS 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一樣喔 判斷一下 抓下來TH的數量 有沒有大於1 你會發現呢 淡水喔 只有這個是TH 其他都是TD 所以它一定不會大於1喔 那不會大於1的話 就會用下面的邏輯 下面邏輯的話呢 就變成說呢 我這個地方 除了抓TH之外 還要抓TD 所以這個地方 跟上面最大的差別 就是呢 還有抓TD部分 OK TD怎麼抓 一樣嘛 反正先抓這一個 然後呢 我輸出的話呢 先把 第一個呢 先放TH的 所以第一個是放TH 其他的話是放TD 所以淡水先抓過來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放什麼 有沒有 1月份的資料 2月份的資料 3月份 4月5月有沒有 意思類推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T 第一個 這個指的是什麼 抓的是淡水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抓到之後的話 就丟到這邊 那這些資料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裡面的TD 所以分別把這些資料 全部抓到了 OK 然後這樣一個一個 把它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全部都抓 抓完之後的話 淡水抓完 就抓鞍部 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一樣喔 它這裡面的TH數量 還是沒有大於 所以就跳下一個 一樣就抓這個 所以再來的話 把鞍部抓過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A之類推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那就全部抓到這邊來了 OK 我把這個 全部的結果把它run 所以底下都一樣 所以直接執行 然後執行完之後的話呢 底下呢 還有就是說 因為後面N跟H我不要 所以我就把N跟H刪掉 然後自動調來欄寬 就OK了 所以剛剛最後這個地方 這個全部跑完 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我再跑一下 這邊 再讓它run一下 這邊 好 清楚嘛 它要跳出來 有沒有 然後有不要移動到這裡 然後幫我把這些資料 全部抓下來 這個把它 中斷點拿掉 讓它跑 所以這個先縮小一下 好 全部下來了 那下來之後的話 最後 因為我N跟H N跟O不要 所以我可以怎麼 再加個 一行程式 這兩欄幫我刪掉 這兩欄刪掉的話 那你可以寫一個叫 colons 括弧 N 冒號O 點Delete就可以了 這一行的意思 就是把 這兩欄刪除 OK 所以刪除 這樣來最後的話 藍寬 我如果全部希望幫我 最是藍寬的話 那你可以 在這邊加一個colons 點AutoFit OK 好 那最後的話 再加一行 如果 因為IE浏覽器 現在是打開的 那你要把它關掉 所以最後的話 我就直接 執行這一行 這個叫IE.Quit 就是直接幫我把它 關閉掉 這樣它就關閉了 OK 那就完成整個連起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難度相對的比較高 那至於這個細節 怎麼去寫出這個程式 我有稍微 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細節部分 請各位也許先看一下 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 這個 第13頁的地方 下載 氣溫 底線IE物件這部分 來試一下